历史世界频道 新加坡州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已不存在的州 于1963年9月16日设立 1965年8月9日独立成为新加坡共和国 1963年9月16日 马来亚联合邦、北婆罗州、沙拉越和新加坡共同组建马来西亚联邦 新加坡英属时期结束 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州 这象征着英国对新加坡自1819年史丹佛、莱佛 是促成现代新加坡的建立起 长达144年的统治正式结束 然而新加坡州与马来西亚联邦政府 在经济、财政、政治上的意见经常相佐 1964年马来西亚大选中 以新加坡周围根据得的人民行动党参加大选 被联邦政府的执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 巫统 视为对马来人至上的政治系统的威胁 同年在新加坡州发生 牵涉到华人社群和马来人社群的大型 种族骚乱 1965年芳林区补选中 人民行动党的对手社会主义阵线参选 受到巫统的支持 1965年 时任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决定 将新加坡州从联邦中除名 马来西亚国会于1965年通过紧急修宪 将新加坡州逐出马来西亚联邦 同年8月9日 新加坡州获得独立 成立新加坡共和国 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不到一年 当地种族间的紧张关系急剧增加 亲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阵线 为了在新加坡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打压下 求取生存 便开始挑拨当地的种族关系 尽管马来西亚政府公民权方面做出让步 在独立后给予大批中国移民公民权 但联邦政策中的优惠性差别待遇 宪法第153条文 却依然遭到新加坡华人的强烈反对 这项条文给予马来人各项特权以保障他们的地位 其中包括在经济和财政方面实行马来人优先的政策 伊斯兰教是唯一的官方宗教 但非穆斯林可享有宗教自由 联邦政府指责人民行动党亏待马来人的举措 也大大的煽动了新加坡马来人穆斯林的情绪 种族骚乱不断发生 政府为了维持秩序而不断实施宵禁 在当时 外部的政治形势也很紧张 印尼政府强烈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 印尼总统苏卡诺发动马印对抗 并诉诸各项行动 1965年3月 印尼突击队员在麦唐纳大厦引爆炸弹 造成三人死亡 印尼政府更煽动新加坡马来人 挑起他们对新加坡华人的仇视情绪 发生在7月21日 也就是穆罕默德诞成的1964年新加坡种族骚乱 是新加坡最广为人知的种族骚乱之一 骚乱发生的地点靠近加冷煤气场 造成23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 1964年9月发生了更多的种族骚乱 这些骚乱的发生使交通系统中断 并导致食品价格飙涨 新加坡政府之后将每年的7月21日定为种族和谐日 由巫统控制的马来西亚联邦政府担心 只要新加坡继续留在马来西亚联邦 为马来人和土著而设的马来西亚土著政策将受到破坏 并导致各族间的经济差距将继续扩大 与其解决各族间经济差距的一成背道而驰 人民行动党则不断强调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各族无论经济情况为何都应该受政府的公平对待 不计种族及经济情况 联邦政府也担心新加坡港口的经济主导地位 会削弱其在吉隆坡的政治势力 新加坡州和联邦政府在经济方面也存有分歧 尽管马来西亚协定中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共同市场 但新加坡在和马来西亚的其他州属进行贸易时依然处处受限 作为暴富 新加坡拒绝向沙巴和沙拉月提供之前 以达成共识的经济发展贷款 马兴双方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各项谈判皆以失败告终 双方通过演讲写作互相谩骂 巫统的极端分子更要求警方逮捕李光耀 1965年8月7日 时任首相东姑阿兜拉曼眼见事态已不可逆转 便在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国会宣布议员们 应对新加坡退出联邦的决议案投下赞成票 尽管人民行动党的各个领袖 包括李光耀尝试挽回这项决定 1965年8月9日的国会 在新加坡议员缺席的情况下 依然以126票赞成 0票反对将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 当天 李光耀在记者会上宣布自当天起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而自己则会是这个新国家的总理 期间李光耀说了一着段话 每当回顾签署协议 使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那个时刻 我们总会感到痛苦 因为我一辈子都相信合并和两地统一 地理 经济和亲属关系把人民连在一起 并一度难过流泪 导致记者会被迫中断 1965年12月宪法修正通过后 新加坡州正式独立成为新加坡共和国 新加坡州元首则成为新加坡总统 新加坡立法议会改为新加坡国会 马来西亚和英属婆罗州元依然是新加坡法定货币 一直到1967年推出新加坡元为止 在推出新加坡元之前 马兴双方曾讨论是否要推出一个共同货币 但并未成功 感谢收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立即加入我们的脸书社群一起讨论历史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